为展现中华民国电影工业及文创产业实力并推动文化外交 驻美代表处最近在华府市区一家电影院内包场 举办里安导演3D剧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欣赏会 金浦聪大使抗力邀请华府各界贵宾出席观赏 应邀出席的重要贵宾包括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夫妇 军政组长万国成夫妇 主流媒体及艺文界重要人士与百人 里安指导《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其中绝大部分场景是在台中 墾丁及台北等地所拍摄 充分展现出台湾在电影 科技和文创产业方面的软实力 这支片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我们台湾拍的 在台中 台北跟屏东 导演李安又是来自我们台湾 我们大家都以他为荣 他是台湾之光 而且据我了解 这里面有很多美丽的动物 有一部分是来自台北动物园 作为台北市的前任副市长 我一定要推销一下 所以大家看电视 注意的看一下这些小动物 有很多是来自台湾的 我们真的是以离安为荣 电影开始前金浦聪大使致辞 希望大家通过影片 更加了解台湾在电影工业方面的力量 不许单的电影工业表 === spilled 這次電影欣賞會歷時兩個多小時 現場氣氛溫馨熱絡 並獲得滿堂喝彩 我們當然希望經由這個電影之後大家可以了解台灣是一個很願意提供優良的拍片環境的一個國家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外國電影願意到台灣來取景 到台灣來拍片 我們歡迎他們 我們相信各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會極力地來配合 讓他們有一個最好的拍片環境